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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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发喜充满 看到我们会场布置这么庄严 今天呢 要首先对 传承祖师常驻三宝 做吉祥的会供 在佛法讲所谓的 上供诸佛 下师有情 就是上供十方三世的诸佛菩萨 集聚广大的福田 下师六道一切 如模有情众 这是修学显密佛法 它不可或缺的环节 也是积枝尽障 非常重要的修持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 重要的佛法的见地 那就是我们佛教 金刚圣大圆满法的祖师 被占预为莲花生大士之后 第二佛陀 这位大学者 大福藏师 就是隆清八祖师 也称为无构光尊者 隆清八祖师呢 他在隆清七宝藏 如意宝藏论 他有开示道 想要修学佛法 特别是无上密法呢 除了要具足八种闲暇 十种圆满的要件之外呢 还要具足我们今天 要一起探讨研究的 战缘八无瑕 以及心觉八无瑕 这十六个要点 前八个要点呢 战缘八无瑕 就是由愚昧 我们众生有很多的愚痴无名 多生累劫的业力习气 导致愚痴暗顿 由这些诸种的原因 引起的暂时性八种无瑕 无瑕是什么呢 没有时间 没有闲暇 暂时你没有这时间 还有闲暇来学佛修行 八个要件 一讲很多人都中了 好像就在讲我 确实现代人越来越忙碌 大家都说我很忙 可是你想一想 他有忙碌后面残酷的一个事实结果 是什么呢 你忙碌你具足暂时的八种无瑕 或者心觉八无瑕 心觉八无瑕就是在你心事跟佛法的因缘断绝 在你没有改善后面要讲的八点以前 你不可能来学佛修行 你也不可能成就解脱道或无上佛道啊 所以残酷的事实 以下要讲的十六点 如果不信你有 要立刻改善断除 为什么呢 你会想 那暂时没有时间来学佛修行 或者永远也不可能来学佛修行 我过得也还好啊 不要这么说 人呢 人寿百岁 百年之后呢 你要进入无知的境界 就是无休无止的六道轮回 也就是说你有以下的十六条 轮回就有你的份了 所以这非常的严肃啊 受持密圣的皈依 你如果有以下的十六点 你就算皈依了 恐怕也到夜难成 所以大家要不要好好的注意听 用心听啊 第一先讲 由愚昧站起的八五瑕了 哦 这个是属于大圆满前行的教法 将来大家有缘修持大圆满 这也是你必修的 站圆八五瑕第一条 叫做五毒出众 哪五毒贪嗔痴慢疑 哦 这五项你如果有就是中毒啊 中毒就是要解毒 不然你会没命 你是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没命啊 你会断掉灰命 比你失去生命还要可怕 还要可悲啊 所以就是 比如说现代人最多的贪心很重 贪贪财 贪色 贪明 贪力 哦 这些东西 你如果是非常的执着 我献腻太深 哦 对自己绝对没有好处 或者称心很强啊 你看就连来学佛的人 在道场称心极强 看这个人不顺眼 看这个事情啊 就不痛快 什么事情啊 就是异于眼表的不欢喜 不然就弃在心里啊 像这样子很难修行 早晚啊 东碰西碰 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 就不来修行 相当的可怜 再来就是邪见重 我们来学佛修行的人 来接触佛法的人 皈依法就是要依止佛陀的正法 有人已经三皈依四皈依以后 他还要随顺自己 还有俗世的邪知邪见呢 像这样子你的皈依你的依止 就看不到任何解脱的功德力 再来五读就是傲慢 这个傲慢就是有成就 那就很容易有傲慢心 有的人没什么成就很困苦 他仍然很傲慢 交慢的不得了 这样子呢 就是障碍自己的法源 障碍自己的解脱道 自视甚高 自觉与众不同 这都跟佛法的平等心 清净心呢 就是相去甚远呢 所以有这个问题 一定要立刻对峙 再来就是怀疑心 怀疑是什么 对佛法的不深信 对因果的不深信 就是相信 觉得佛法还不错 但是你说相信到内心里 遇到很多的现实圆境 佛法可以变成你的第二顺位 第三顺位 比如说佛法跟赚钱的机会 你选哪一个 大部分的 那佛法慢慢来 我先赚钱了 就是说你今天要来学佛修行 但是有一段感情 可能会让你无法学佛修行 或延迟学佛修行 很多人说 那我选择感情 学佛修行再说 是不是 你对佛法不能深信 不能相信说 佛法是你人生中 生命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其他的事情都特别要紧 佛法可以再说 对佛法有疑心 我这样修真的会成就吗 我这样做善事 真的对我是那么样的重要 有好处吗 像这样子的疑惑烦恼 那个海水一泼一泼 潮来潮去 此起彼落 弄得自己心七上八下 终究倒夜难成啊 所以像这种贪嗔痴慢疑 这五毒很出众的 哎呀就是 会有什么现象呢 对自己喜欢的人 特别喜欢 对自己反感的人 特别厌恶 自己爱吃什么 拼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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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特别 我们同修有这个业障病的 你看看一问之下 你比如说你这个肩膀痛啊 五十肩啊 怎么看病都不好 一问之下 我这辈子最喜欢吃鸡翅膀啊 只要有鸡端上来 翅膀就是我的 所以他两只手都抬不起来啊 你只要盯着一件东西 一直吃一直吃 或者是你只要执着一件不好的事情 一直做一直做 他都会形成相当深重的业障 这个是特别要小心 你比如说好赌的人 一直赌一直赌 终于这个赌博成为他 生命中最大的败笔 妻离子善 家破人亡啊 或者这个人特别喜欢喝酒 一直喝一直喝 什么酒都拼命喝 终于这个酒啊 误了他一切的正事啊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 你不要中这个五毒 这个东西是应该淡化 到最后是放下 最后是远离他的 也可以说学佛修行 看自己有没有修 修得好不好 看自己对五毒 这五件东西啊 有没有深陷其中 有没有中毒太深呢 心怀五毒的人 虽然也有修行的念头啊 也有一点善根 也来接触 也来听闻佛法 但是由于深陷五毒之中 刚才讲中毒太深 中难自拔 掉到五毒的冤手里面 你出不来啊 人生有这么短暂 你看把时间都错过掉了 所以像这个贪明的人 喜欢重面子的人 重形象的人 或者就是有的人来学佛修行 做错事被人家给护持了 某某人你犯戒了 某某人你什么事没做好 很爱面子很执着我像 心里也有傲慢 也夹杂着称慧 你看这五毒的综合症状 这种状况起来 他就不学佛 只因为没面子 其实这没面子就是贪嗔痴慢疑 五毒的并发症 贪嗔痴慢疑重 我执就强大 我执强大肯定六道轮回 没有办法了无空心 所以像这样子的人 就是难以自拔 被恶业牵引 缺乏自在清明的自主力 很难修行 再来 战缘八无瑕第二条 叫做愚昧 无知 有一种人很愚昧 缺少智慧 但是也有机会来接触佛法 可是你只要教他一点点的道理 他也听不懂 或者你就教他前面已经教了三个道理 他学第四个道理 前面三个就忘掉了 所以常常我们在说 学佛修行啊 根气啊 智慧要好一点 学得比较快 他会强记不忘 告诉你啊 就是要持戒 再来要发心 再来要积之进账 再来要如何如何 这些要点 你一教他不但记住 而且修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修在自己的身口意上面 变成他的生命 这些根气就高啊 教你一 把一忘掉 教你二 二又忘掉 非常的愚痴 非常的这个就是 智慧短浅啊 这个历史上呢 佛陀的弟子周立盘陀且 就有这个问题 但是这样的人 经过善知识的引导 自己慢慢发心修行 事实证明 周立盘陀且了 最后也正阿罗汉果了 佛陀教他扫地 念扫除成垢 他念扫除就忘掉成垢 念成垢就想不起来扫除 智慧这么差 最后慢慢移倒 他出家持之以恒 也正阿罗汉了 那他是什么恶业因果呢 过去生引法 把佛法隐藏起来 过去生啊 他是一位精通三藏的大法师 但是知道佛法这么好 自己辛苦修行啊 才有这样的程度 吝啬给人说佛法 不想弘法 所以把佛法引在自己的相须内 来世 现前当来投胎了 变成一个愚昧无知的人 都是有报应 你看过去三藏法师 今生也愚昧无知 你看不是学佛就没有因果报应 学佛一样难逃因果报应 学佛的优势在哪里 学佛的人就懂得造善因得善果 不造恶业因缘就不会有恶业果报 这是学佛的人啊 最大的优势也是学佛的人的智慧 对 再来 学佛的境界中 现在你就做的事情就跟魔没有差别 就断人会命 引人入邪魔歪道 你看有很多人 就是为了学佛修行 他去寻找到处参访很多的善知识 听说哪一个老师哪一个师傅很好很殊胜 他就去参访去寻找 这也是好的动机 但是呢 就是可能本身他跟这个恶知识素是有恶缘 所以我常常对学佛的人说 不要到处乱跑 乱看 乱拜 乱参加 所以很多家长听了这句话 他的儿女要来学佛 他就说不要到处乱跑乱看乱拜乱参加 正信的佛法可以参加 要尽量参加 邪魔歪道 不要去乱看乱拜乱参加 这个要弄清楚 像这个有的人为了找自己的师傅 但是呢 就遇到了邪师 这个他就是自称为 我是某某大师 我有什么成就 像在以台湾来讲 很多人都说 他的成就 有多么高 高过释迦摩尼佛 造这种大妄语 或者比较谦卑一点的妄语 是说释迦摩尼佛的境界 2500年来啊 只有他才有 意思是说他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像这种妄称自己有什么大成就 大正量的人呢 这种恶之士 比比皆是 像你去亲近到这些恶之士 他的见解 他的见解理念行为 偏离正道 讲的道理啊 无从考证 似是而非 就他讲这个道理 你在佛陀的经典上 祖师大德的这个论注上 找不到的 我也常常跟来学佛 或我的弟子说 我跟你讲的佛法道理啊 如果在佛陀的经典上 就是违背 抵触 你立刻可以离开 这就是不如法的 你立刻不用在这里学习 但是呢 二知事他讲的都是自己发明的 对众生的习气 投其所好 讲一些一般人爱听的 比如说修行不用持戒啊 这个吃肉没有持五戒 也是可以成就的啊 诸如此类的 讲这些奇奇怪怪的道理 但是偏偏你跟他有这种孽缘 你就相信了 你就接受 甚至啊 就是把自己的亲戚朋友 死心塌地的找去追随 那真的是麻烦很大 为什么 结了一点这样的缘 今世结这个缘 未来是还会因缘即会啊 那将来再见面的时候 又要害你一次啊 所以在寻师访道的时候 以我个人而言 我自己在寻师访道的时候 我是跟上天寻师访 要一生行善弘 希望让我有学佛修行的机会 这样子 不久以后才开始正式学佛 很多人没有那个福气 会遇到自己生命中的善知识 生命中的善知识 跟算算命 通灵 那个不一样 所以不要搞错了 生命中的善知识 他会告诉你 什么是正确的言行价值观 什么是偏差错误的 你不要去做 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然后引导你入解脱道 永出轮回 那这才是真正的大善知识啊 能够给你算算命 通灵一下 或者给你气功 灌灌气 让你身心舒服一下 这个都未必是真正的善知识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像这种恶知识 你追随他 大部分会有共业因缘 一起堕入恶道 第四 叫懈怠善慢 懈怠善慢的人 偶尔有学佛的念头啊 但是由于太懒散了 常常你邀他来学佛修行 他就说今天太忙了 今天没有时间 我家的碗还没洗啊 像大海一样 我家的衣服像高山一样 都没有人洗啊 我哪有办法去 然后像这样借口里有一堆 没有办法 他说哪里有办法修啊 改天啊 像这样子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学佛修行是在生命中 每一个当下 生命有机会听闻正法 有机会修学正法 你就不可以错过 像有的人 就算你已经来皈依佛门 成为佛弟子 每天早晚定课 不做 上供下施不修 对不对 上供诸佛菩萨 下施啊 六道有情 下施起码做焉供 或者很多的施食法 你就是不做 不修上供下施 如何积聚福德呢 如何广结善缘呢 所以像这样的人 就是修学啊 多年下来啊 他的家庭佛堂上面 都有蜘蛛网啊 都有很厚的灰尘 所以真的是 不知道在修什么行 再来呢 就是说 对冤亲在主 解冤是结 像我们到常讲 要做专案 针对性的 跟冤亲在主 解冤是结 不努力 不相信 七支共战就讲啊 罪圣三宝我归一 一切罪业皆忏悔啊 你进入佛门 归一三宝以后 开始要忏悔一切的业障啊 龙树菩萨十方共主啊 一生修忏悔行啊 你看看我们的根器 有比龙树菩萨好吗 人家多积极努力的修忏悔 阿底霞尊者在老年的时候 因为啊 就轻慢过成就者 度母视线要他用叉叉做小佛塔 他这个老年的时候 年老历衰 每天晚上去做佛塔 用泥巴呀 用这个法药来做佛塔 你看看 用这样来忏悔业障 我们这个同修在专案回向 爱做不做 没有办法 你这么喜欢跟原情在主在一起啊 你这么喜欢跟他共处啊 哇 那你恐怕你也没有那个能耐 约亲在主常常在你家里 常常在你身边 甚至在你身上 不是生病 就是精神有问题啊 千万不能小看 所以既然已经学佛修行 不要当儿戏 再来就是第五 叫恶业涌现 恶业烦恼啊 就有些人偶尔会发一点精进心啊 但是呢 因为见解偏离了正法 他有学一点佛法 但是自己啊 胡思乱想 四字变充 很喜欢乱讲一点 似是而非的道理 比如说你劝他说 我们不要杀生了 我们吃素吧 他说我吃素啊 你吃素你吃鱼你怎么吃素啊 说鱼就是喝水的啊 所以他是吃素啊 对不对 你喝酒呢 酒也是素的啊 这个是水果酒啊 高仲敬 他说我们 selon apa 你吃素啊 我就说你吃素啊 这一小的 这一小的 常常久了 他的罪业障碍就是很重 当他的这个罪业累积 忽然现前像大海一样 波涛汹涌 滚动而来 他学博修行的时候 就会有很大的冲击 痛苦 逆人 所以很多人来学博修行 你特别做八大行业的 以前有没有做过八大行业的 你以前造业的时候 那些业障它会一波一波的现前 当它现前的时候 你就修不下去 修不动 像这样子有特别因有大的沙业 大的营业 贩毒的 再讲细一点 如果你有做这个很抱歉啊 就是你卖酒卖烟的 做这个老鼠 老鼠药啊 杀虫剂啊 鱼钩刀像这些啊 你专门生产这个 去祝园杀生 你要修行很辛苦啊 要发大愿 要忏悔前夜 你才修得动 这个就是你不然的话你一修你就知道 除非你去那个道场 美其名为道场 其实根本没有实修的地方 那你可能就待得蛮轻松 如果你稍微一实修 一靠近解脱道 障碍立刻就来 这个就是你到时候就知道 赶快忏悔 第六 被人所转 受人控制 想要学佛修行 生活上处处受人控制 不能自主 也就是说先生想学佛 太太说你要陪我啊 怎么老学佛啊 过两天你会不会出家了啊 很烦恼啊 太太学佛先生说 奇怪 我娶你 是不是让你去佛堂的 很多状况都有 被人家给控制着了 小孩干涉大人啊 大人限制小孩啊 情人互相 障碍互相限制啊 或者你好不容易要来学佛修行 生发一点点善心 你很雀跃 告诉你的家人 告诉你的同事 朋友 他立刻毁谤你 哎呀 那个是错误的啦 那个不要信那么多啦 那个是骗人的啦 他根本不懂 讲话也不负责任 也没有考察 探究 就这样跟你乱讲 那你这个发心非常的微小 一下就折损 被人控制了 所以你看很多人 无论在家里 在职场 你要学佛 老是有人跟你说 不要去了啦 小心骗你啊 你上当了 这样讲 那样讲 讲久他就不休了 为什么 他说那干脆不要去 比较清静一点 对不对 我老去 人家旁边的人老吵我 老干扰我 你看 要修一点布施 像这个假如说 我们明天有些布施 他邀请你 要不要发心 你就说要发心 要发心 哎呀 你那个钱 你一个月薪水才多少钱 你发心这个没有啦 就说回来了 你讲老修行 讲不动 你比如说 我明天我也有发心一部分 你讲我 你就讲不动 你讲我 你讲完 我再发心 为你的口业发心 你讲我会有这个效果 我不会被你讲动的 那种初发心 你一讲他 他的发心就被你毁了 造很重的口业啊 你看 未成佛道 出入佛门 先修布施 对不对 他好不容易什么行都不能修 也不能持戒 也不能深入经脏 更不能有什么样的闭关 禅修 就只能随喜发心 做一点善事 结佛缘 消业障 都要被折损 这是很可怜啊 什么通通都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个 凡夫跟这个修行人的境界 真的有差别 我们常常诵经 诵到地藏菩萨本愿经 都知道地藏菩萨前世 是光木女 对不对 做这个光木女的时候 她怎么超度她母亲呢 地藏经很有名啊 电影都拍成无间道 无间道 这个无间地狱的名词 就是从地藏经出来的 对不对 她就形容 做这个坏事的人 将来要下去无间道 光木女她怎么救母亲 那现代人听起来 那就是 头脑是不是 没有想清楚啊 她变卖家产了 把家里全部值钱的卖掉 为了救母亲 你看看 现代人跟真的要修 有没有差距 有差距 但是学佛有次第 初修的人 没有这个发心 没有这个理解和智慧 你不能叫他做这样的发心 这不是他刚修可以做到的 你看我们念经的时候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奇数己 孤独远 有没有很熟悉啊 很多经文开始都有 奇数己 孤独远 什么意思啊 奇数是奇陀太子 就是孤独呢 叫己孤独长者 己孤独长者 这个老人家 要请佛陀去讲经 佛陀说要有一个地方 就像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可以讲经 结果呢 他就是这个己孤独长者 就看到奇陀太子的那一块 那一块地啊 那一块陵园啊 就说我要买这一块地 请你卖给我啊 奇陀太子说 我不卖 除非啊 你用黄金 铺满 我这个陵园 我才卖给你啊 己孤独长者 为了请佛陀说法 真的去变卖家财 凑出黄金 铺满了整个陵园 祈陀太子只好卖给他 然后问他 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付出这么多代价 请佛来 请人家来呢 这个人是谁 他说这个人是佛陀啊 祈陀太子一定佛啊 那这个土地上面的树啊 算我的功德 算我发心 叫奇数 己孤独源 是这样子才有一个 让佛讲经的地方啊 大家听了就觉得 哇 好了不起啊 好赞叹啊 你知道 己孤独长者 这个老人发心变卖家财 离请佛说法以后 发生什么事吗 他和他太太两个人 快要饿死了 去当乞丐啊 佛经上有这种感人的典故 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 人家是怎么修的 我们现在修不到 但是要知道 不能不知道 我们现在可以慢慢修 但是有一天也要达到 己孤独长者多生累劫 贫穷的业障 在那一世完全消尽 他没有在后面的轮回 他去人道 他已经不能受生的境界了 往上面去了 所以一般听到大德 把修行人的行止 我们很敬仰 但是做不做得到 不一定 但是要尽量随喜去做 把握时间做 为什么 你二夜击中一次现前的时候 可能你会命都断掉 再来 第七 求乐救部 求乐救部是什么呢 就是有的人来学佛 他不是为了求解脱 不是为了弘法 利益众生 他是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快乐 得到健康 得到有钱 像这样的人多不多 很多 这样的人你会告诉他 这好像条件交换 条件交换一样 我念十部经 我可不可以跟佛主求 我可以升迁当经理 那我念二十部经 有没有办法再生一击 他不是求解脱的 他是怕自己生活会有困苦 会有灾难 想要消灾化解来的了 这个叫求乐 求现世的安乐 救部 救种种的部位的情境 这种动机来学佛的了 担心失去 食衣住行 种种的福报 富足 担心遇到灾难病痛 或者生命的灾结 这样来 这样来修行 不会真正学到 佛法的精髓 他只在乎自己过得好不好 这样子了 像这样子的 这叫战缘八无瑕 第七条 第八条 伪装修行 伪装修法 假装修佛法 好像很清高 好像很有修养 其实一点都没有 很多有钱人他会捐款 捐款他就希望人家表扬他 最好登报 最好在电视上讲一讲 某某人捐多少钱 大善人呢 然后呢 他这个捐款 其实很多的动机是为了结税 这也不是说完全不好 就像这样的 假装在修行的人 他不是真布施 但这样的捐款是善中有恶的 有自己的私心私欲的 或者假装我现在拿一条念珠 假装很有修 或者有的人嘴巴跟你聊天 动不动就是佛法 动不动就是因果业报 或者背了一点佛经到处秀给人家听 只是想得到别人的推崇 别人的赞扬 换几分的虚荣感 这都是假修行 修着修着 也有人修到最后 包括出家人 在家人都变成假修行 有没有用心在佛法的修正 没有啊 有没有想弘法立生 那更别说了 像这样子 他完全不可能成就道业 这就前八条 就是战缘八无瑕 由愚昧战起的八种无瑕 那后面呢 还有八条心诀八无瑕 看起来今天的时间不大够用 那下次有因缘 我们再来一起探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